前面呢我们已经讲过这个路易十六呢 和他的全家呢住在这个Tuleries Palace 过去这段时间呢实际上日子是度日如年 因为是他们一直是在所有人的这个注意力的中间 而且呢这个各种各样的冲突暴力冲突 各种各样的这种猜测各种各样的这种对峙 实际上都是围绕着路易十六 这个在这个Tuleries Palace发生的 所以呢作为这个作为他当时的这个这个处境呢 是可以说是是是非常非常的艰难 非常的危险非常的这个什么 所以呢最后呢他们决定这个准备逃跑 OK这个逃跑这个事件呢在上一节我们大概去讲 他们已经做了一些准备 那么真正逃跑这件事呢 就是我们今天来讲的主题 讲讲这个过程到底出现了哪些问题 这个逃跑呢实际上是计划是在1791年6月20号 这个这个启动 OK所以这一天呢是半夜呢 他们呢就是准备这个从这个从Tuleries Palace 呃经过当时他们认识的那个就是他们的那个熟人 就是那个Pherson Pherson是那个瑞典的那个贵族 皇家的一个好朋友 OK他呢就是帮他周化好了 周化好了以后计划好了以后呢 他呢当时呢给的这个原始计划呢 是让这个这个皇室的全家呢分成两个轻骑马车 用两个就是小一点的马车把把他们全家呢分成两拨 然后呢呃以最快的速度这个冲向这个边境的这个Mont Medi 这个他们的这个目的地 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就是在比利时和法国交界是那个交界的地方 而且是他是在今天的这个国界线正好在法国境内一点点 但实际上在当时可能就是也说不清是属于谁的吧 呃就等于是奥地利的那个势力呢在那里驻守 呃但是呢这个谁呢 这个这个这个Mary Antoinette 就是这个呃王后呢不愿意 他不愿意把全家分成两拨 他说因为他还有两个孩子 他说我们最好坐一个车 所以坚持一定要坐一个马车 那么坐一个马车呢呃 那就要用一个大的马车了 OK他们他的他的建议呢就是我们用这一个马车 然后呢在这个从皇宫里面呢出了从皇宫出来的时候呢还是小的分别用小的车出来 但是一出了巴黎就换成大马车 这样我们全家在一起 所以他是这样的要求 呃然后呢就是说 所以就是等他们一离开巴黎 他们的计划呢就换成从那个小的马车变成一个大的那种 皇使用那种大的那个马车六个马拉的那种马车 OK你这样的一个马车在当时就已经比较少见了 你小的马车就是那种两个马拉的 然后里面坐那么两三个人实际上是在当时是很常见的 但是你六个马那只有就是非常有钱皇使才能用的那种 那种马车啊那种那种carrier啊 coach 所以呢这个呢实际上就使他们的后边我们就看到使他们的这个行踪呢就非常明显就暴露出来了 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错误 嗯 6月20号这一天是哪一天呢 这一天正好是那一年的夏至 OK下至就是日照最长的一天 所以这个日照最天最长的这一天往往是在这个在这个历史上看往往不是一个一个好兆头 因为这个拿破仑打莫斯科打这个俄罗斯实际上他的启程就是夏至前后 希特勒打巴伯罗斯打苏联也是夏至前后 所以夏至这天你要干点什么大事 好像成功率不高 OK我们下边会看到这个这件事也没有成功 这个mary Antoinette呢实际上呢是这个他呢先提前呢从这个tolaris palace就悄悄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结果呢因为他是浅装出来的浅装出来以后结果就找不着这个找不着这个找不着他的车还在这外边转悠 OK这就本身又丢了一些时间 好先咱们先把它放在一边 就是他和这个路易16实际上并不是同一个时间从tolaris palace出来的 他们是等于分到这种悄悄的出来 OK而这个路易16呢实际上呢在这个tolaris palace呢还被一件事给耽误了是谁呢 拉斐叶的和贝里拉斐叶的是大家知道是那个national guard的那个国民国委国民卫队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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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司令 OK前面我们也讲过然后贝里是当时巴黎市政府的市长 他们来呢那天晚上特意来看一下路易16 实际上他们的这个当时扮演的一个角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角色 on the one hand他们实际上是什么呢 是来看守 王室的 这个看守里面也包含两个含义 OK两个含义一个就是说是 别让他们跑了 还有一个呢防止别人来袭击他们 他们是扮演这么一个角色 OK on the other hand 这两个人呢实际上呢从心里面来来来讲 从他们后来的行动来讲 他们都是偏护 王室的 他们都希望有一个这个这个这个君主立宪的这个制度 慢慢形成尤其是拉斐也比较倾向于这个方向 有君主立宪呢就说他希望保持不但是保持王室的个人安全 还希望保持王室的完整性 因为有了这个完整性他才有了有了这个君主立宪的一个基本基础 所以他们是处在这么一个 所以就是他们并不是出现恶意 到这来看一看他 并不是说是是怎么怎么恶意 而是说就是对他一种保持关系联系吧 结果这一看在这又跟他聊了一段时间 当然这个路易十六呢本身的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 实际上他晚上准备逃跑的 结果这事又把他耽误了一下 本来他们可能要离开稍微早一早早一点 结果呢这事一直就拖 拖到最后呢他真正离开 Tolores Palace的时候已经接近午夜了 OK已经接近午夜了 所以这些皇家这些人从这个从这个宫殿里出来呢 分别出来呢全都化妆了 化妆以后呢实际上呢就是全都穿上那个平民的衣服 OK路易十六呢穿的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 没有不是那种王室穿的那种华丽的外套 一普通的外套他假装呢就是一个一个仆人 OK就是一个帮着这个就是等于一个仆人的装束吧 而这个他的小孩呢从这里边出来的呢 不管是男孩是女孩全都专全都装成了女孩 全穿上女孩的衣服 OK就是他的儿子也穿上女孩的衣服 而他的这个这个王后呢本身呢就穿上一身全黑的 这个装扮成一个家庭教师 OK就带着一个小孩 这小孩是他的学生了 上上他他母亲 而他的这个这个国王的妹妹上也在这里边 国王的妹妹呢是装扮成一个护士 所以你看就是一个等一个小家族 很普通的一家人从这里 从这个从这里悄悄潜出来 准备这个往外逃 而整个这个这个这一行人呢 实际上他们最后呢出来以后呢 从这个托罗里斯Palace出来呢 离在巴黎市内呢 他要绕他不能走大道 他只能走边缘的小道 这么一点点往东北方向走 走的过程中呢 实际上他本身就就就绕道 就就就就就耽误时间 同时正好在他们一个很关键一个地方 正好那地方有一个婚礼 还是一个什么东西 办正在办一个什么仪式 把他们还给挡住了 尽管是很晚的时间了 还被还被挡住了 给耽误一下 这样的话 by the time 就是等到等到他们出了巴黎境外的时候 就出了巴黎市区的时候 已经比他们预定的时间晚了90分钟 OK已经晚了 我们会看后面他这个这个时间会越来越越慢 越来越越晚 而沿路呢 实际上就出现了很多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他的这个 这个国王的这马车呢 中间还坏了 坏了以后呢 结果还得还得去中间还得去修 然后呢 这个什么呢 这个这个这个 等他们走到路 还没有走到一半的时候 按照原定计划时间 已经丢掉了四个小时 就说他这个 这整个的旅程 200200英里的旅程呢 走了一半的路的时候 他已经是fall behind schedule by four hours 就是已经晚了四个小时了 呃 为什么这个时间在这时候非常重要 因为他们实际上已经事先约好了 有一些中间有一些接应的 这个保保卫王室的一些队伍 在中间呢 在这个法国境内呢 悄悄在等着他们 等着他们 然后呢 护送他们一直在往前走 而这些护送的 这些护送的队伍 悄悄在事先设置好的地方 结果一等 等了四个小时 他们还没到 这帮人就走了 以为这事取消了 那时候又没有手机 又没有什么什么 无线通信手段 所以这根本就是等于说 这可能都是提前 多少天都定好的时间 没有的话 实际上这就是没戏了 OK 所以呢 实际上他们那个时候呢 已经什么呢 他们已经就是离开了 巴黎一百多英里的时候呢 就是本来要 要跟他们碰面的那些人 就已经都撤了 呃 等白等了半天嘛 所以他们的沿路就没有人护送了 没有人护送 而在这个他们离开了 Toolery Palace不久呢 他的这个两三个小时之内 他们的这个行踪呢 就被发现了 就是他们离开这个 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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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皇宫里跑掉的这件事 就被发现了 发现以后马上国家卫队 就是他这个国民卫队 就完全就是整个冻起来了 大家说这不好 说是国王被绑架了 OK 你看这时候 他就不是说国王逃跑了 是国王被绑架了 所以那时候马上就是这个 整个这个这个消息 就四处从巴黎就传出去了 国王被绑架了 赶紧去抓 看谁绑架的 实际上是国王逃跑了 这个大家就是 都是在那什么自己骗自己 然后呢 这个这个什么呢 整个呢 就是这个巴黎周边的人 很多人就都知道了 很多的老百姓也也也也也闹起来 有的人就是这个船上 就有的说是被绑架 有的说是国王逃跑了 这个当然实际上 前面已经讲了 本来国王被逃跑 国王要逃跑这件事 就已经在大家预料之中了 你这个 那个拉费这帮人 你说国王被绑架了 并不代表 老百姓信你的 OK 这个 这个什么呢 同时呢 这个谣言就马上就又起来了 OK 这个谣言就好多版本了 一个版本就是国王啊 是准备 已经开始要行动起来 要和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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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境外势力准备 进攻巴黎 OK 准备进攻法国 进攻巴黎 同时呢 这里面的内应呢 一个是国王 这一家 还有谁呢 就是拉费叶子和贝利 就这两个人呢 实际上也是同谋 OK 他们是配合跑的 因为他不配合 这帮也跑不了 所以你看这种 这种谣言 就说这里面真真假假 叙叙叙叙叙叙 有的是 接近实际 有的不是接近实际 有的是就是 就胡 胡躁 但是你说这个 境外势力 这个国王和境外势力 有没有联系 当然有联系了 只不过他没有说 在这时候想来攻打巴黎而已 而这个国王呢 在跑掉了以后呢 实际上呢 他们沿路就是往东北方向跑 跑跑跑到这么一个地方 叫Sandmanode OK Sandmanode 法语叫Sandmanode Sandmanode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离他的最后的终点站 已经大概其实50英里左右 他们到这的时候呢 实际上呢 这个什么呢 他们的这个消息呢 已经开始传到了附近了 已经传到附近了 因为他毕竟 他的这个 这个前面讲了 他的这个 Royal 这个carriage Royal coach 是六个马的 那个大马车 他中间的一定要换嘛 这个Mariantanet 出这个搜主意 一定要用大马车 全加在一起 他跑起来的速度 一定是慢 而那种轻骑 尤其是 如果一个人单骑着马 到处去算播消息的话 这个消息传播速度 就会快于他的速度 结果他离终点站 还有50英里的时候 他等于是 你看他总距离是200英里 他已经走了四分三的路了 这时候呢 他附近的人呢 已经大概其都知道了 说是国王呢 跑了 OK 或者是被绑架了 OK 现在就是 这等于消息 大家已经有警觉了 所以呢 在这个 Songmanot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呢 他就被发现了 怎么被发现的呢 他呢 当时呢 在这换马的时候 因为他们的一路 一直要换马 这马在骑奔 他必须换马 不让马跑 就跑死了 他到了一个当地的 一个小的一个 小店里去买点东西 那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你去买点东西的话 可能当时已经不是夜深人静 可能已经第二天了 因为这是已经跑了 150英里了 已经天已经亮了 然后跑到这儿 去这个什么呢 去这个 去这个买东西的时候呢 正好这个卖东西的人呢 他用的什么 用的什么钞票呢 用的什么钱呢 他用的Asania 我们前面讲过 Asania什么 就是那个 那个转售券 OK 那转让券 就是那个 把那个 那个 那个 教会的财产 转卖以后的 那个转让券 就像国家券一样 而那个时候 有好多版本转让券 其中一个版本呢 有这个国王的侧面像 这国王的侧面像 大家一看 他这人长得 还是挺有特点的 OK 一大胖脑袋 一个大勾鼻子 所以呢 这个侧面像呢 实际上和他确实很像 结果这个拿这个 收他的钱的这人 一看着侧面像 再一看前面这个人 穿的 而且他穿的衣服 说某一个地方 还暴露出 他是王室的那个特征 就是 他里面可能是裤子 还是什么地方 露出来一个金边 结果那人一看 就这人他怀疑 这人有点像 有点像国王 而且我们已经知道 国王据说在这附近 再跑出来了 OK 所以呢 这个人呢 他马上呢 就 疑心已经完全起来了 同时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人是一个邮局的 一个工作人员 当时他去买东西 在这一个小邮局 这工作人员 他以前见过 Mary Antoinette 他在以前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他见过 结果呢 他Mary Antoinette 这时候呢 他也见了 这个女的 我已经知道是王后 那这男的 应该就是国王 尤其他和那个 Asania上面印的 那个像 又很像 结果这国王呢 并不太清楚 国王还傻乎乎买完东西了 继续往前赶路吧 而这位老兄呢 就很快的就先跑了 跑了 骑着马就往前 接着往前去 去报信 结果等他到了 这个 这个国王到了下一站 这个这一站呢 是20英里以后了 就是离他的距离 终点站已经 直到30英里了 刚才是距离 50英里的时候 被发现 他又往前走了20英里 走了20英里的时候 这有好几个小时以后了 这个地方呢 叫Varren OK 或者英文叫Varren 法语叫Varren OK 到了Varren这个地方以后呢 实际上 他是国王的身份 已经被刚才的前面的人 报信了 已经被报信了 所以这个地方 你看离他的最后的距离 Montmerdi已经是 Montmerdi已经30英里 已经几乎快到了 OK 就90%路都到了 80%路都到了 他呢 这个 这时候呢 这个什么呢 这个城呢 这个小城里边的 这个所有的人呢 这个尤其这小城里边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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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政府和官员呢 就把他给扣在那了 OK 扣在那以后 当时大家还不是很清楚 扣在一个小小客栈里边 就是按住了 现在你先别走 然后 但是大家还是不知道 这些人是谁 因为这个 还是想想 这是当时是一 1791年 没有照相 没有无线电 没有传真 什么都没有 所以呢 这个 这个照相数的 18几几年才有的嘛 所以这个 他是不是国王 实际上 大家只能是猜 OK 他说说的不是 你也无法去 核实 而这个时候呢 这个什么呢 他们就找了一个 当地的一个老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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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数比较大的一个人 这是男的女的 这里我没讲 没看清楚 这个人曾经在 凡尔赛工作里 凡尔赛工里边工作过 然后他们就把他找到 说你们来帮我们认一认 这人一看到路易十六 他当时趴就单膝跪地了 他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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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是 陛下 尊敬的陛下 因为他一见那种条件反射 他在那个 在那凡尔赛工作里 肯定见着他是最高什么 这个时候呢 路易十六呢 马上就承认了 他就是国王 OK 他就是国王 所以就说这个事就已经 完全就 挑明了 OK 挑明了 马上就是这个 这个6月21号的 这个 这个晚上 他在这时候已经是 第二天的晚上了 第二天的夜里了 OK 第二天的夜里以后呢 他这个什么呢 就是等于是正式的 就合十了 合十这些人呢 好吧 你别走了 OK 我们赶紧通风保劲 然后让 让 让这个 让这个 巴黎的这个 这些人来领你们吧 你们走不了了 这时候路易十六 自言自语和他同行的人说 There is no longer a king in France 就是法国从此 不会再有国王 他知道 他已经死期已到 OK 这个死期当然没有到 只不过就是说 他已经 已经是 for all practical matters He is gone OK 所以呢 这帮人呢 就在那 挡着 就在那 不能动了 不能动 就到了6月22号 OK 他们呢 才被押回巴黎 OK 这个Varren这个地方呢 是在哪呢 前面已经讲过了 离的Montmerdi 已经很近了 而Varren和Montmerdi的 东边 东南一点点 就是Varren OK Varren实际上是很有名 很有名的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 首先在1792年 就这件事发生了以后 过后不久 这个普鲁士和法国的革命的革命 革命军吧 就在这里打了一仗 结果呢 还打败了 就是这普鲁士打赢了 法国的这个革命军打败了 那这件事又诱发了 后面很多 这个这个这个什么 这个Terror和那种各种各样的 那种恐怖的 那个Rope Spear 就由这件事引起的 就是在Varren这场战争 但是呢 这件事呢 实际上在这个法国大革命中间 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 在一战的时候 这是一战最残酷的一次战争的战场 就是Varren 这个地方战场 双方好像是死了 好像将近100万人 OK 这是one of the fiercest battle in human history OK 这是非常非常残酷的一个地方 一个战场 所以Varren这个地方 就是Varren和Merti这一带 就是比利时和法国交境 实际上是一战二战 二战也一样 在这地方也打得很猛 这个城呢 像在一战的时候 整个给wiped out 就是这个Varren OK 就是抓住国王的这个小镇 OK 整个一战的时候 给bombed out 整个给彻底给毁掉了 毁掉以后 慢慢慢慢又重建了 所以不幸的是呢 就是把国王抓住 扣留的那个小战 今天已经不存在了 已经找不着了 所以就是大家 说Varren 这地方是 是国王跑掉被抓住的地方 去看看到哪个地方被抓的 那个历史遗迹 已经找不着了 今天已经没了 OK 因为在一战的时候 这地方彻底被给毁掉了 好 我们呢 总结一下 就是在整个这个过程中 我们回顾一下 就是这个国王的逃跑中 实际上 这个逃跑过程 大家看出来 就是几乎almost 就是差一点就跑成了 结果给抓回来了 那么这个过程中 就体现出了 这个路易十六的这种 个人的那种 这种这种特点 OK 首先呢 就是他呢 误判 这个就是说 还是说明那种红二代 你就本身不代表你红二代 你就有比别人高一档 实际上 他的整个 他的这个 说到最后 他的个人能力 确实是很平庸 OK 他不行 他首先高估了老百姓 对他的支持程度 他总以为 这巴黎这帮人 整天想造反 像这个那个 OK 实际上就是巴黎人 别的老百姓支持我 热爱我 OK 我是伟大 光荣正确 我是 我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人民选择了我 OK 他自己 对他自己的这种地位 判断 完全错误 OK 好 顺便讲 这个苏格拉提 有一句很有名的名言 这句名言 在今天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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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ow thyself 就是你要知道 你自己是谁 你要知道 你自己的位置 如果你自己 上最容易骗的 就是骗自己 把自己给骗了 OK 把自己给骗了 就自己 唯我独尊 我是伟大 光荣正确 实际上 你周边的人 就是因为这一点 周边的人一起在骗你 OK 实际上我忘了是 拿破仑还是谁说了 是最可怕的人 不是你的敌人 是最可怕的人 是你周边的人 不反对你的人 OK 知道你说错了 还不反对你 所以呢 这个路易十六呢 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 严重的很问题 就是他对他自己评估不对 他认为 OK 反对他的 只是巴黎的那些 那些暴民 只是巴黎那些人 闹什么巴士地狱 闹什么 马斯托瓦塞 瓦塞 就是去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 凡尔赛宫去游行 这个拿着 都是巴黎的暴民干的 OK 而出了巴黎以后 我还是被热爱 我还是被被欢迎 我还是为我独尊 OK 所以呢 这样的话呢 他就认为所有的 他一出了巴黎 他就安全了 所以他出了巴黎以后 他的那种心理的那种警戒 就放下了 就放下了 甚至呢 他沿路呢 实际上他就本很多地方 他就没有完全掩盖他的这个 实际上这个消息已经逐渐传达出来 有传出来 他沿路他没有完全掩盖他自己的身份 甚至有这个有些historic account 就是我看到的一些 说沿路还有些老百姓出来 还跟他欢呼 Long live the king 他还是欢呼招招手 实际上就是他的身份 并没有完完全全被隐含住 没有被掩盖住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他的车不中间还坏过 他在换马的时候 换修车的时候 就普通的旁边的那些农民 他还跟去聊天 还这个拿个聊天 聊天的时候 他的身份也没有完全给遮盖住 所以这些农民也知道 只不过这些农民不一定 把他完全就给报警了 或怎么样 而这个谁呢 这个Mary Antoinette 还因为他有钱 他车里面还有一些 金银首饰什么的 看见那个某些 某些小镇 他换马的时候 那小镇的那些官员 出来帮着他们这个拿个 他还给人一点 什么金银首饰 感谢 所以这些东西 实际上呢 可能都是造成 他的这个消息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消息 沿着他的路 就传播的比他还快 就他人还没到 他前面人都知道了 你要知道 你如果不知道 他往哪方向走 那你从巴黎出来呢 巴黎是一个360度 哪个方向走的有可能 怎么偏偏他走这条路 人都比他知道的还快 这里有一定程度 是他们自己 OK 自己在不断的泄露 他们的信息 在泄露的过程中 这个泄露以后 这些这个知道 他们实行的这个行踪的人 马上把报纸的消息 就传到前面 他们前面下一站去了 所以呢 那整个的这个过程呢 就使他们的身份呢 实际上并没有真正 真正的被隐瞒 没有给被真正的 这个这个 这个 等于说是那种潜潜逃 他不是真正的潜逃 某种意义上是 是半暴露的情况 逃跑的 这是第一 这就爆 这就是反映出 我的意思说 这国王对自己的 自己的 这个这个处境 认识不足 对他自己的地位 对他自己的老百姓 老百姓心中的地位 认识不足 OK 自己以为自己被牛 是牛逼 实际上到关键时候 老百姓抓你照样抓 你别以为你是国王 第二呢 这国王呢 优柔寡断 还是以前讲的 你看他多次都体现出 他这个人是indecisive 他是优柔寡断 他是这个 这个什么呢 他离开 那天晚上离开的时候 很多的时间 他可以抓紧时间 你看他老是在那 犹豫犹豫 拖来拖去 就是那种 不是很坚决很坚决 就是我们绝对 竟然要跑 我们就赶紧 就是抓紧时间 这个计划 全速的 孤注一掷的逃跑 他没有 就在那犹犹豫豫 犹豫豫豫 然后这个中间 这个王后说 要换一个大马车 皇家大马车 那就换就换呗 你要是作为国王 你应该拿主意 你说怎么不行 这样的话 减慢速度 咱们还是清洗 每人坐一个小车 咱们快速跑 他都没主意 整个这个操纵 你看这个 整个这个计划 是谁计划的 也不是他计划的 是那个Pherson Pherson是女王的朋友计划的 所以他整个 他自己逃跑的过程都不是他自己主动的 而都是在被动情况下 他决定跑 这个决定 也不是他主动的 是王后 迫使他 OK 迫使他这个逃跑的 所以整个就是处在这么一种被 这种犹豫不决 这种 这种很犹豫豫的情况 他才决定跑 然后跑的时间 跑的节奏 跑的这个安排 都是在被动情况下安排的 这样的话呢 整个这个积累起来 这不断的产生各种延时延时 每一步细节 中间有换马的细节 什么各种各样细节 使他最后呢 整个这个行程呢 耽误了好多个小时 OK 小多小时 而且由于这种耽误 使他逃跑的信息 逐渐的就是超过了他的逃跑的速度 结果呢 他人没到 人已经先知道 他就是国王 OK 然后缺乏保密性 缺乏这个时间的紧迫感 缺乏这个决定的这种 这种坚决性 积累起来 就造成他这个逃跑 就变成了一个 逐渐逐渐有小的crisis 变成一个big crisis 变成一个major crisis 最后变成一个disaster OK 小的危机变成灾难性的 被抓住 OK 好 那我下面我们就看 这国王就被抓住了 抓住以后那怎么办 那就回来吧 那结果这个这个national guard也来了 这个这个第二天 第三天 我的好评是22号吧 还是23号 我记不清楚 这个这个national guard 就就就就送到这个 就把他给押回去了 OK 全家坐这马车 圆道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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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了巴黎了 OK 回了巴黎 这沿路呢 显然你这时候再回巴黎沿路 可就是全民皆知啊 谁都知道这个国王逃跑 或者是当然这个官方版本 哎 版本是被被绑架了 但被他们谁绑架了 实际上被他们自己绑架了 然后然后所有沿路老百姓都知道 OK 沿路老百姓知道 这个时候老百姓 对他们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 沿路很多老百姓 就在那看着他们 从这过 而在过去的话 国王从这过了的话 都是就是 Long live the king OK 就是国王万岁 这时候大家就是一声不吭 就那么目送着看着他们过去 实际上这个目光里面 就已经充满了敌意了 而且呢 还有一个很明显的标志 就是什么 过去这些老百姓 见着国王 第一件事 你要把你的帽子摘下来 这是一种尊敬 而这时候大家该戴着帽子 还戴着帽子 实际上 这就代表已经不尊敬 对你来讲已经没有尊敬了 OK 没有尊敬了 是一种充满一种那种 就是冷酷和那种 没有任何尊敬的那种表情 或者是那种姿态了 OK 同时呢 逐渐逐渐 随着他们接近巴黎的时候 这个老百姓的人数逐渐增多 而且老百姓的敌意逐渐增强 就是开始有人就开始骂了 在那个人群中就开始就是 说你这是treason 你这是这个这个叛国 因为你国王你逃跑 你要跑到这个 这个奥地利的那个敌对势力 当然这是叛国了 就是有人开始在很频 开喊你的国王是叛国 是叛徒 这个哪个 然后有人就在开始骂这个王后 因为王后是最不招人喜欢的嘛 就有人开始骂王后 然后有人甚至就是这个王后的马车 就通过那马车隔着窗户 隔着马车的窗户 有的人就是那个那个那个跳过 跳进去去抓这个王后 去拽他 去抓他 OK 然后开始是破口大骂 就可想这些人回来的时候 这种当时这种处境 有如此的这种这种尴尬 OK 你作为王后王室 你别以为当时你做的 当初你是受人尊敬 万人欢呼万岁的一个 一个君主 一个唯我独尊 实际上到这个时候 你这样就是几乎就是阶下秋 OK 而这个什么呢 在快进入巴黎的时候 他们坐的这个这个马车呢 中间就有些人就 咚咚就什么卫兵 还是什么这种平民就 从就跳到马车里边来了 那马车还在往前走的时候 就框就坐在这个国王和这个王后中间 就是一身臭气臭轰轰 就可以往那一坐 这国王王后就等中间坐一生人 你就想想这种 变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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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这种 这种气氛吧 OK 然后根本就连也也没有说 问他们permit 他也什么什么允许不允许 光就坐在那了 实际上就是一种等于是对他们一种侮辱吧 然后呢 这种时候呢 以此同时呢 整个巴黎的这个室内呢 就出现各种各样的打砸抢又来了 OK 所有带国王的标志 OK 都在被打被砸 就是大家对国王已经是彻举失去了这种 这种信心了 是这种就砸砸他的头像 砸他的标志 砸他这个那个 呃 那么大家这时候就可以自然就想呢 这是不是这国王这老百姓想废他呀 实际上还没有到哪一步 法国的老百姓呢 现在心里边呢 已经出现了一种一种一种 就是一种很奇怪的一种 呃 不能说是心里边 他的表现吧 就是说 他们认为呢 还是认为呢 这个国王呢 有很多人还认为 这国王是受外界势力 被操纵了 被外界势力操纵了 国王准备逃跑 并不是他自己想怎么怎么样 就说对国王还没有完完全全的 百分之一百的充满 这个他就是敌人 我们要把他灭了这种感觉 而说国王在这时候 就是等于是一个victim OK 像一个牺牲者 一样对外界势力行一样 呃 而这个什么呢 某种意义上呢 就是用一个简单的一句话 来怎么解释呢 就是这个国王呢 已经失去了他作为国王的尊严 就是路易十六 在这一刻已经失去了他 所有作为国王的尊严 但是 这个君主的这个体制 老百姓还没有想去推翻 OK 就是the king has lost his respect but the monarchy still stood OK 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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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王的这个体制还在那 只不过这个人已经失去了 被收尊严 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指出来 就是他到这个时候 他还没有说是老百姓 到后边 但是很快我们后边会看到 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很 很脆弱的最后一道关卡 这道关卡很快就要破 那么这个王室这全家呢 很快呢 就又回到了Tulary's Palace 那进去以后呢 就对不起 你就这孩子里关着 这次看得更严 你甭想出来了 OK 那朋友想出来了 而进去以后呢 这个这个国民议会这帮人呢 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呢 就说咱们马上采取议会 这个决定讨论 是不是要把这个王室给废了 没有 OK 没有 什么呢 这个这帮人对他态度还不错 就回到以后 对的国王态度还不错 而这个什么呢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国王回进进入Tulary's Palace以后呢 这又体现出了国王对自己的这种 这种当时的处境啊 首先呢 这个王室的这个Tulary's Palace 这些仆人 这些马鞭 这些什么卫士 就是他给他整天一天到晚 靠伺候他生活的这些人 继续伺候他 继续穿回他们这个王室该穿的那种华丽的服装 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位置 每一个人有每一个好像就as if nothing has happened 至少是within the Tulary's Palace 在这Tulary's宫里边 好像就 哎 这一切恢复正常了 国王也回来了 反正就是 好像就是没 什么事没有一样 呃 然后呢 这个什么呢 这个这个 好像就是什么呢 就感觉 感觉好像就是国王过去 不是老喜欢去打猎吗 打猎完了 回来以后 清装打猎回来 然后为了洗洗涮涮 该干嘛干嘛 好像就是 就是像那样一样 OK 实际上你可以想象这个事 而这个路易十六本身在这个整个的过程 回到皇宫 这个整个过程也是 as if nothing happened 他自己还是好像是很 很很这个 很这个 很沉静 很 很这个 很那种 就是那种 呃 国王的那种 那种气氛 还是很足 然后这个慢悠悠 说话慢悠悠 说话也不多 然后还是很稳重 一点慌的劲都没有 好像就是说 这事没发生 OK 这事没发生 他自己还对他自己 可能还是不知道是怎么怎么感觉 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 OK 这种心理上的到底 他当时心里怎么想 就不知道 但是至少这时候 从外人 从这个这个皇宫里 其他人看 国王好像好像 还是很很镇定 还是很镇定 而这个国民议会呢 上次在这时候呢 就又进入了一次讨论 讨论是到底怎么办 对于国王怎么办 最后呢 就说呢 说我们呢 再跟国王征求一下意见 就说你如果认为 我们这个新的宪法 你还是认可的话 那我们还是支持你 继续当你的国王 OK 那他当时 那我还认可吧 就继续当吧 OK 实际上的这事呢 就等于这么 抹西尼就抹过去了 这么大一件事 过去以后 国王还继续当的国王 国民议会 继续把他当做君主 但是呢 这国民议会 我说的是里面很多的这种 温和派 就是保王派 基本是这么看的 他们当时还站 在当时的情况 那个那个时间段 他们还是占主流的 OK 但是底下呢 不同的声音 激进派的声音 已经越来越高了 这些激进派的声音 基本就是一个 这个时候 要开始废国王了 要废这个君主了 而这些人呢 实际上这个声音 还不是很大 但是已经开始慢慢起来了 那么后边我们会看到 以后几节会看到 这个声音逐渐变大 就变成了暴力行动 OK 变成暴力行动 最后导致这个国王掉脑袋 好 我们把这个最后 这一节的话题呢 我们最后转一个 另外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 因为在这个时候 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 就是这个圣殿祭典 这个Pantheon Pantheon呢 实际上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建筑物 在巴黎呢 1757年呢 刚开始呢 是做建筑呢 是想这个 这个开始建立的 Pantheon英文 实际上是意思 就是最高的这个位置 就是圣殿 就是在一个人的 这个 他也是一个形容词了 就是Place him on the Pantheon of something OK 就说这个人是在某一个领域里 是最高最高位置 大家认为就是没有比较像 像比如说这个 这个Place Einstein in the Pantheon of modern science 就是现代科学的最高位置 圣殿的位置 爱因斯坦放在那个位置上 所以呢 是这么一个 他这个词呢 实际上是后来起的 因为当初呢 是1757年盖的是一个 是一个教堂 这个教堂呢 是个罗马 罗马这个classical classical 这种经典罗马建筑风格 实际上是1757年开始建的 但是这个教堂 什么时候结束了 盖成了呢 是1790年才盖好的 看一下时间 1790年什么 法国大命运开始了 OK 法国大命运开始了 这个clergy和church 教会组织 已经是开始被打压了 你结果这教堂 刚改完了 对不起 咱们换换位置吧 这教堂 咱们不是把它拆了 咱们把它改改改目的 所以呢 这个教堂呢 就改成什么了呢 1791年 这个国民议会就 就选 就投票 就决定把它改成一个 一个纪念堂 就是这个遗古纪念堂 就是给这个法国的名人 的遗古 移到这个教堂里边 做一个纪念 一个一个 像一个纪念堂一样 OK 这个呢 就是等于是这个就 secularized OK 原来是一个religious building 变成了一个secular building 给法国的 名人 这个名人不是religious名人 不是royalty 而是什么 法国里边 在当时被认为很有名的 那么1791年 1791年 那个时候 谁是当时在法国人心中 地位最高啊 Voltaire OK 福尔泰 他的地位非常非常高 在1791年7月21号呢 他们就办了一个非常非常隆重的仪式 把Voltaire的 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去世好多年了 把Voltaire的遗古搬到了这个这个圣殿里面去了 OK 这个纪念堂里面去了 同时呢 后边呢 又又 就在这段时间 又有几个其他名人也进去了 一个是meribu 我们前面讲过 meribu 是这个这个 这时候也是刚刚去世不久 OK meratt meratt是一个 一个radical 是一个激进派 后面我们会讲他 就是跟那个 Robespierre和Dunton 是几个 三个 这个最激进的 当时是革命派 当时他是被刺杀 暗杀死的 他一顾也放进了 还有一个是 Rousseau OK Rousseau和Voltaire 实际上都是启蒙思想家 所以这里面呢 就是你看 有一个改革派 有一个激进派 还有一个启蒙 有两个启蒙思想家 当然还有些其他的人 他们一股都搬进去了 但是最主要的一个 一个人就是Voltaire 在这时候搬进 因为Voltaire 当时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人 但是呢 很有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这个法国大革命还没结束呢 正闹着闹呢 这个meribu和meratt的身份呢 就开始改变了 第一 meribu 前面讲过 他和国王有秘密通讯 大家一看 哦 他是改革派 是法国大革命的领导 结果突然发现 他和这个国王 国王这个商段投台以后 才发现 以前就发现 他和国王实际上是一伙的 所以呢 马上身份不好 赶紧把他抠出来 把他的遗骨 从那里面有给搬出来了 meratt呢 后来呢 这个他 因为他是一个绝对的 这个残暴的激进派 结果等这个法国大革命 刚一塞头 把他也给搬出来了 说你这小子 怎么不配在这里待着 因为你是这个 像那个什么像那个那个康生 这种人物 OK 你这些人 当初是你是名正言顺的 在里面纪念 现在看你们都不是好东西 OK 搬出来 这个这个 所以呢 就全都给搬出来 搬出来1795年的时候 当时这个法国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政府呢 上已经慢慢慢慢 从那种大革命 那种血腥的激进 从已经慢慢 已经凉下来了 这时候他们已经说了 给发布了一个新的号令 说没有这个法国名人 死后十年内 不许搬到这里边去 富裕放这里 为什么 就是你万一这十年 那又又给又给翻了盘了 怎么办 说你现在让 先陈此十年 你死了以后 现在这个别的墓地埋十年 慢慢慢慢 等过了十年以后 大家认为这人确实是值得 是伟人 那咱们再放进去 OK 当然 Votier是一直是大家认为 是伟人 所以一直在里边 今天呢 在里边有Votier 有Rousseau OK 还有谁呢 Victor Hugo 大家知道 这个余果 还有Mary Corrie Mary Corrie 是居里夫人 当然大家说居里夫人 实际上都不是法国人 她是波兰人 但是这些人呢 当然历史上可以实验 这些人确实是历史上很重要的伟大的人物 历史人物 好 我们继续呢 就讲这个Votier的这个埋葬过程 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很有很有意义的一个事件 1791年7月10号 Votier的遗谷 从他的原来的这个这个墓地搬到了这个Pantheon 就搬到了这个这个圣殿纪念堂里面去了 圣殿堂里面去了 Votier是哪年死的呢 1778年死的 他这1778年正好是什么 就是上那个谁 路易十六是1774年登基的 他是在路易十六登基四年以后就去世了 当然他的整他的人就是这就是折腾他 就是他当时这个活着的时候 他整天不是挨整吗 被的国王去这个去这个这个这个追的到处 都不敢在法国待着 跑到英国去藏着 跑到别人去藏着 主要是不是路易十六干的 是路易十六的祖父干的 不管怎么样 OK 在他死的时候 他仍然是属于被禁的人物 他1778年死的时候 路易十六尽管当时在位 但是实际上在在法国境内 他是属于敏感式的人物 非常敏感 敏感到什么程度呢 他那么有名 他写了那么多有名的著作 那么多的话剧 那么多的诗集 那么多的这个大哥 但是呢 他死的时候 报纸都不能登 他死的消息 就是只是在法国境外 人人都知道 Voltier已经死了 这么伟大的一个饲养家 去世了 而法国境内呢 所有的报纸 不许刊登 OK think about it it's so similar to what happened today OK to a different person 所以呢 就是说他呢 是这么一个处境 然后呢 这个什么呢 他当时是法国的国家科学院的院士 就是那个当时的科学院 有很多很有名的科学家 思想家在那科学家里 而那个科学家的院士 那个科学院呢 实际上法国的当时的最高的academy 实际上他有一个过去一传统 就是这个里面的member 这里面的成员 一旦有去世的话 要举办一个仪式纪念 结果这种仪式都不能举办 就是等于Voltier 在法国当时去世的时候 只能是被迫的 悄悄的 这个埋葬悄悄的去世 就完了 当然 实际上当时整个欧洲都知道 Voltier去世了 他80多岁去世 Voltier因为当时是 是非常富有盛名的 这个伟大的思想家 1791年7月10号的时候呢 这一天呢 刚才回到了 就是这个Pantheon盖好了 然后Pantheon准备放名人了 那第一个要放的就是他 要把他的遗骨 从这个 从这他原来的埋葬的地方 搬到这里来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是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第一Voltier 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是名正言顺 大家认为是一个 这个这个对法国大命影响深远的 一个思想家 对这个宗教的这种 打破宗教固化的这种思想方式 一个思想家 而这个仪式呢 本身的也是对当时的 这个天主教教会的这种 这种这种一种一种 声讨吧 就是因为Voltier本身是反反宗教嘛 Voltier最有名的一个 他生前写得住的最有名的一个方向 就是反对这种 这种religious doctrine OK 反对各种这种固化的宗教的这种 这种说教方法 OK 他这个呢 就成为了这个这个当时的一个象征 OK 呃 这样的话呢 想想7月10号 1791年7月10号 而1792年6月20几号的时候 是这个谁呢 这个路易十六呢 刚刚逃跑被抓回来 OK 这就相隔也就两个星期 两三个星期 OK 两两还不到三个星期 所以呢 这就是很很有意思 OK 那个什么呢 这个这个 这个7月10号这天呢 他们举办了一个巨大的仪式 就是把Voltier的遗骨 OK 这个仪式就等于是说 把他当时去世的时候 销声灭迹的这种 没有任何仪式 悄悄的埋葬的这个仪式 给补回来了 OK 我给补回来了 整个说 据说是在他的遗骨从他的这个墓地搬回到这法国的这个这个是巴黎中心的这个Pantheon的这个沿路 说有接近上是几十万还是上百万人OK可能可能没有上百万人 但是据说是那谁拿破仑回来的时候遗骨回来的时候有上百万他可能也也不少反正是几乎是整个法国的老百姓全出来沿道来看这个这个这个仪式 这个仪式呢实际上呢是一个today ceremony两天的仪式 OK 两天的仪式 头天晚上呢 这个谁呢 这个voltier的这个这个棺木呢 他遗骨的棺木呢 就给放到了巴士底玉 巴士底玉这时候不已经给拆了吗 但是那块地方还在 放在巴士底玉的地方 让他在那静静放了一晚上 放一晚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voltier生前在巴士底玉里当过囚徒 因为他的言论自由被放变成了奸 变成了这个这个路易十四的路易十五的这个犯人在这里被捐过一年 OK 那好 我们就是象征性的把他的遗骨在这块地方放一放 就是等于是让对这个过去的这种捐他的惩罚他或者对他进行破坏的一种一种一种挑战吧 就是我我死了以后我在这再待一晚上 OK 在这一种这么一种象征性 第二天OK 他的整个的这个这个这个送葬的这个队伍呢 是非常大 前面的是非常漂亮的骑马的这个士兵开道 OK 士兵开道 后面紧跟着呢 就是法国各界的主要的社会政府部门各界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组织的代表排成列队 跟着OK 开道穿的很庄重都是 再往后边呢 就是很多演员 因为这个Voteer写了很多戏剧 很多有名的戏剧 演这些戏剧的演员 每人呢 这个高举着一个旗子 这旗子上印的都是他各个戏剧的剧名 就是他各个这个 各种那种 不光是戏剧 他的各种最主要的代表性的著作的这个名字 印在那个旗子上 然后举着 由这些演员举着排着队 后面跟着 再后边呢 是什么呢 是一个金色的一个盒子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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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casket 这casket并不是棺木的意思 而是一个一个一个箱子吧 就金色金色的一个大箱子 这个大箱子里面 把他所有生前的当时收集到的所有生前的这个出版的读物 很多都是禁物 在他生前的时候 都是在法国境内 都是都是都是敏感词 都是不能不能发表的都 全都装在这个大盒子里面 然后呢 做一个象征 有92个volume 有92个 这个92本 装在这个大的一个金 用镶金的一个大盒子 在这么抬着 OK 在后边抬着 意思就是 Votier 这就是Votier生前的作品 然后这个这个大盒子上面 有一个写了几句话 这几句话 我论英文讲 就是the poet philosopher historian he made a great step forward in the human spirit he prepared us to become free OK 就是他是诗人 他是哲学家 他是历史学家 这都不错 不错 但是in fact he is also a scientist 他对这个 这个这个什么 牛顿的 维基芬还有研究 然后呢 他对人类的 文明的进步 是这个什么呢 是起了很关键作用 他让我们大家都自由了 实际上这个自由 当然并不是说行为自由 而是思想的自由 就是这启蒙 所以你看对他的评价有多高 所以呢 这个呢 是这样 然后呢 这个这是 这是他这所有著作的这个 这个大大箱子上面是这么写的 在后面就是一个乐队 OK 在后面就跟着就是一个大的乐队 在后面才是Voltier的遗骨的棺木 OK 这个遗骨的棺木用 用12匹纯白的马拉着 OK 然后呢 这个再往后面 跟着是什么呢 是所有的国民议会的代表 和亲政府的主要官员 后面跟着 OK 你就想想这个 这个他这个葬礼的仪式 有多么隆重 OK 一个巨大的一个一个仪式 从他的这个这个埋葬的地方 逐渐把他运到这个 Pantheon这个圣殿堂里面去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带有一种很强的一种什么 就是他在生前死的时候默默无闻 因为被打压 被什么 但是他的思想 人的思想 就深远的影响了这个老百姓 使老百姓对这种旧政权 对这种唯我独尊 对这种一人掌天下的这种环境 一种深 鸣鼓仇恨 这种仇恨最后呢 我就以一种最夸张 最这个最什么的方法 把它重新把它表现出来 OK 就是因为这时候国王呢 已经没有任何权利来对我们进行任何打压了 而这个整个这个possession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大的这个送葬仪 这个什么这个队伍呢 是从哪过呢 上离这个tulleris palace 很近的一条路过去 所以呢 这个这个这个历史学家到现在没有一个solid proof 但是有些indication 这国王正在趴着窗户往外看呢 OK 趴着窗户往外看 他自己实际上当时已经是一个 基本上是一个囚徒 OK 所以这事情呢 就是说 在这一天 7月10号1791年7月10号这一天 可以说 当年被路易他的爷 被这个国王被作为囚徒的一个人 现在呢 被作为一个圣人的一样 在整个巴黎境内 巴黎的这个室内呢 巨大的游行队伍来纪念 一个巨大仪式来纪念 而当年的 而这个当时的国王 现在呢 真正呢 变成了一个秋徒 躲在 尽管是躲在tulleris palace 但他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秋徒 所以秋徒成为圣人 国王变成秋徒 这就是法国大革命 这时候非常有讽刺的 这么一个moment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讲 这个moment是很重要的一个moment OK 所以呢 就是说呢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历史永远是这样 就是要看清楚历史 并不是看清楚是一个moment 而是要看清楚历史的前后 历史的发展趋势 那么为什么法国会 当时会发展到这样一个趋势 就是因为他过去的体制 OK 太端质 太腐朽 太不公平 OK 最后就造成这么一个结果 好 这一节呢 我们基本就讲到这儿 然后下一节呢 我们继续讲 就是这个 这个君主立宪 到底还有多大的希望 这个立宪往哪个方向走 然后呢 逐渐的呢 我们会看到 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情况呢 就是 开始这种 这种 怎么说呢 就是这种 温和派 或者这种 这种 constructive approach gives way to destructive approach 就是有建设性的方法 变成破坏性的方法 这个我们下一节呢 接着讲 讲 讲 下期待 下期待